此季加拿大分会举办中医讲座 《还有疫诊》 在医师的鼓励之下 癌症病患要学习用正面的态度 来面对病痛 所以说在几千年前 中医就认为 人必须要依靠无鼓励 才能卫生 从医30年的中医师 曾领时观念医学程式 希望更多人透过免费的健康讲座 这些正确知识 学习预防甚余治疗 我觉得做一个医生 除了治病之外 你还要救人 其实救人的目的就是说 你要帮助他了解一些 生活当中的常识 常常避免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 你说吃冰的呀 或者你的生活方式不正确 就可以避免很多 不必要发生的疾病 中医一诊为正在化疗的 癌症病患带来希望 他告诉我说 其实就是不管是食疗药疗 那都是一种补助 但是最重要的 是自己的心情 要让自己快乐 然后要怀着感恩的心 所以他又重新让我怀起这个希望 说我一定是可以健康的 这几次的疫症 很多医生对持绩 进一步的了解 那甚至于说 又有一些医生 都已经开始 拿了我们的竹筒 在他的诊所呢 开始去目 这个 这个人间的这些 一时一病也一新 也有病患感谢 一时一物的付出 报名做志工 希望能回馈社会 戴一新闻知识美志工 梁玉燕 沈金玄 加拿大温哥华报导 谢谢大家